哈喽大家好,我是维哥,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用吕布如何躲避这个哪吒的大招 我们看哪吒飞过来之后,吕布开个大招 这一瞬间就直接躲过那个哪吒是吧,这时候吕布是无伤的啊 我们再来看哪吕布的视角,这时候应该预判哪吒快过来一个大招 是吧,这时候就隔墙而忘是吧,这样哪吒的大招就等于废了 打不到哪吒 我们再来看第二次啊,我们这边是做了总共做了三次试验啊 这不是直接飞过来,这边又是在下路啊 还是一样的效果,所以说这个吕布被哪吒锁定之后 一定要掌握时机开大招,这样就可以直接躲避 如果时机用的不好的话,这个大招也是直接是浪位啊 我们等一下来演示一个失败的案例啊 这边两个都是成功的案例 接着我们来演示一个失败的案例 失败的案例就是我大招开的比较快啊 所以说就出现了哪吒直接跟着你飞过去 是吧,这时候就是他的大招倒是打到了我 但是没有眩晕效果啊 我们来看一下我的这边视角 那我们本期就先演示到这里,谢谢大家 现在,欢迎大家继续帮我一个声明 观众国民话,我一个解册或者头条话 我一个解册 那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错误的案例 因为这边直接飞过来 然后这还拐弯,拐弯飞过来 但是我没有眩晕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